核四要不要继续走向完工 核四是不是要交付公投 执政党已经嗅到风雨欲来的感受了吗 台电公司放话 今年要追加核四预算 立法院又要如何因应 观察立法委员表现的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 对于新内阁 在新会期面对的最大问题 就是核四案 立法委员们的表现 有关核能的这个政策 以及核四的预算 变成是这个 这个会期的重点 那么在预算方面 当然就是核四 应该会有差不多500多亿的 这个追加预算要审议 那这个当然 我想朝野一定会针对这个问题 非常的关心 施信明指出 阻止核四装填核燃料棒 要透过立法程序 因此立法院本会期将会出现 透过提案修法 来处理核四案的状况 法案方面 这个目前 环保团体是有提出 核子反应器设施 管制法的修法 也就是第六条之一 那么增定 这个核电厂所在区域 50公里范围内的县市 应该举办公民投票 针对这个核子反应器设施 它的这个新建 市营运等等 要举行这个公民投票来决定 是否同意 那这个修法 也是已经在立法院的委员会里面 在审议之中 那我想这个会期会继续来审议 这个条文 那其次一个法就是 民进党党团所提出的 非核家园推动法 那么这个法里面相关的条文是 提到现有的核能电厂是不原意的 那核四是不商转的 所以如果这个法能够通过 那么当然我们很快就可以 迈入这个非核家园 另一方面 核四预算攸关施工能不能继续 要阻止核四运行 四百多亿元的预算能不能过关 也成了重要关键 我想公都门的这个立场 是促进台湾的这个 全民的扶持的提升 所以在核能议题上面 公都门是站在反核的立场 在站在这个早日落实 非核家园的立场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 在这样一个立场之下 我们对永和的立委 我们当然是会不支持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评鉴里面 我们对这个永和的立委 我们是会给予比较低的评分的 甚至是负的评分 所以我想在公都门在未来这个会期里面 对核能议题的立场非常清楚 就是站在非核泛核的这个立场 来评鉴这些立委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对于立法委员们 在核四的表现上 其评鉴的项目是在环境议题的贡献 对于影响后代子孙 可能会造成台湾亡国的 核能发电相关法案 立法委员们在这些项目的付出 将是公都门今年评鉴立委的重点 那如果它是属于符合公益阳光的部分 我们会加分 同样它若违背公益跟阳光的部分 我们就会进行来扣分 那这最多的部分 我们事实上总分会扣到将近到 三分到五分之间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些立法委员审慎的行事 那否则我想我们的公民评委的部分 会对这样的一些事件 尤其是在它不透明的状况 真意有很大的状况之下 你没有尽责去做督导跟把关跟揭露 你就执意的认为它就是安全的 然后来通过预算 我们认为那就是一个怠惰跟赌值 在这部分来讲 我想我们就予以来做一些批判 这大概是公都盟队 这些事情主要的一些看法 另外对于国人关切的核四相关法案 以及预算 公都盟也期待 国会能公开每一次重大议案的对外资讯 避免核四案流入朝野协商的黑箱作业 另外一个部分是要大家来做一些关注 我觉得立法院这几年来 大家很大的一个批判 就是他的投票决策的过程当中 也是不透明 也就是说他最后遇到有争议的题目 因为这些政治人物不想在所谓的IVOD 在立法院的视讯转播中间出现他的态度 他们就慢慢有一个习惯是把这些有争议的东西 他可能为党背出 但他不一定是他自己赞同的一些概念 他们全部就会把它推到所谓的党团协商里面 那很不幸的 台湾现在党团协商 立法院的党团协商是不公开转播的 所以至于里面到底谈什么 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完全不知道 所以在这边当然我们也呼吁立法院 就是说这些争议的题目应该公开来辩论 每一个立法委员应该为他自己的政策来负责任 如果他支持核能我们可以尊重 那就请他光明正大的在镜头面前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支持核四的一个运作 否则如果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进入到包裹去表决 进到党团协商去表决 我觉得这个对民众来讲 知的权利是被剥夺的 这个不符合民主政治的一个原则 当然我们也呼吁在野党一定要坚持 像这样的题目绝对不只进入到党团协商 一定要公开在立院的建堂来辩证 我觉得这个民众让民众来看 我们相信真理越病越明 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内容 未来公都盟也不排除公布永和立委名单 透过民意监督国会表现 让决定台湾安全的核四 在本次会期能做个了结 台湾基本上我们立法院早就通过了 在环境基本法里面提到 也就是说法规都已经提到 朝野都同意台湾要朝向非核家园 所以 我们说 ела 不是 你看 我